根据名英二三球员的出场人次,与英人挂高的英球变同。 中国卓协今年的英二三球员政策再次升级,即便俱乐队在中超比赛中,只派上一名名人。 英二三球员,每场都要上足三人,而且其中至少一人首发。 连续推行了两个赛季英二三政策之后,各支中超球队,已经改变了最后几分钟,把世纹球员挂上去应付的思路。 年轻球员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上产机会和时间,而向北京国安的郭玄伯,以及刚刚转会去了广州恒大的前长春运态球员合差,更是成为了各自球队的绝对主力。 毕竟在中国足球目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拥有更多的年轻球员,平均借助在路纳的竞争之中,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。 至少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,用二三球员的表现与外界的预期之间,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。 这一点,从这个年轻球员,在国交队的表现当中也不难看出。 联盟夫十一赛要争取十二强赛结束之后,前任国足主是李平,曾经立足球队年轻化,从东亚四强赛到中国奔赛。 基本本以用二三球员为主,但无论是去年年初的一二三样真奔赛,还是下半年的大运会比赛。 但外界距离荷浪的这批球员,却没有显现出任何过人之处,心灵烧鱼。 而且又挖九国签队,也能能过得了要新赛这一关。 继续无人是新赛。 今年一月份的阿联酋万州奔赛,主席最终指败了刘宇明和雷世豪,两名英二三球员。 其中只有刘宇明得到了上产机会,而由此也不能看出,至少在国交队层面。 由二三球员很有意到可以接班的水平。 值得致议的是,在提起了去年参加英二三亚洲比赛那支中国队几乎全部主力之后, 广州航大队成为真正的由二三国脚大户。 虽然球员挣大了一个更高更大的舞台盛业。 但与此同时,在政治江林彭杆林依然保持高水平定计状态的情况下, 这些年轻球员的出场机会和时间将会被大大压缩, 无法带向他们在原来的俱乐部时望望。 作为球队的重点培养队下,一旦长时间打不胜比赛, 势必会影响他们的状态甚至信心。 而那些被割了韭菜的俱乐部和球队, 只能重新寻找和培养视灵的优爱三球员。 从这个角度来讲, 虽然中国责协这一步加大了相关扶持力度, 但是在其中的佼佼者更健养的情况下, 与二三能否顺利接班, 甚至挑起连费的大梁, 显然要帮上一个报告的任务了。